解出来之后,里面就是一堆的TST的档案 TST的档案有一个问题 它每一个档跟每一个的中间好像会加一些东西 好像是什么局号、账号 还是它分局名、邮局的名称 然后邮局的地址 总共会有四个栏位 如果说这边总共会有25个档案 我希望几个需求 我希望把这25个档案全部快速汇整在Excel里面 OK,直接就汇进来 那怎么汇进来? 我记得我们好像之前有写过 只是说我们汇进来的路径 其实这有写过啦 就是说可能要改 之前我们有写过的应该是从网路上捞 但是那个TST CSV是在网路上 可是我们现在的资料应该在哪里? 下载这里 我们是下载 其实你可以应用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场这边 但是我们原来是抓网路上的东西 可是现在我们是抓我们自己电脑里面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只要把这个网路上的路径 改成你电脑里面的路径 其实就可以汇进来了 金钱版其实就是在这里 所以其实就是把这个部分拿过来 然后改什么?改这个地方 改路径 改路径 解决就是什么? 我要汇进哪一个 那我就什么? 用... 那里面有25个档 全神有 我觉得 那25个档我要先抓一个 再抓下一个 再抓下一个 所以我会需要 用刚刚讲的DIR DIR 给他路径 然后跟他复挡名 第二个用DoFile DoFile就是帮我找... 如果有找到的话 那做什么呢? 就是再结合刚刚这一段程式 再什么? 把它开起来之后 那这边就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它的编码方式 如果是 AnsR1 就是950 如果它是什么呢? UTF8 那可能就是65001 这个可能要记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 把它打开 另存新档一下 它是AnsR1 所以基本上 跟刚刚程式一样 950就可以了 不用改 OK 然后 再来的话 就是 我如果希望 可以把 这个 里面还有个array array就是说 有几栏 有四栏 所以基本上应该怎么 这个不要 使用四栏 然后帮我放进来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 我希望帮我开一个档 然后就帮我 把这个汇到我们Excel 然后呢 再把这个档 关掉 换下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 放到哪里呢? 两种 一种是 放到下面 一种是 放一个新工作表 如果25个 那就汇25个工作表 所以有两种写法 如果最好 这两种写法 你都写出来 就最好 其实 理论上 我已经把这个 写好的程式 放在云端上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我把它放这里 在这边 全省邮局地址 应该在这个 这个是 绘在同一个工作表 就在这里 有没有 就是用什么? 用 DIR 关键的地方 那我是把那个 全省邮局地址 是放在桌面 所以 这边就是路径 可能要改一下 然后取得哪一个 档案的名称 然后当档案不等于空的 就是有找到的话 那一样 有没有? 所以关键地方就是 刚刚那个 网路上的那个路径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我们 本来是HTTP 现在改成什么? C冒号斜线的哪个位置 也就是 我是放桌面上 有没有? 哪一个档案 DIR 给我的 然后我这边一样是 编码方式好像没加 没关系 然后 最关键地方就是这里 向下追踪 有没有? 加1 这为什么向下追踪 因为我要把资料再往下放 往下放 所以第一次的话 是放在A1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 预设值等于1 OK 所以它这边 过来的话是A1 就是放在 那个 Distination 是三重好了 是放A1 开始往下 那之后的话呢 因为已经抓了三重 所以这个地方是把 现在抓下来的资料 再帮 这个列号再加1 然后再换下一个档 所以理论上 这样应该都OK 我看一下 理论上如果说 我这边Ctrl C 如果我要合并进来的话 那我可以把这边再开一个新的档案 在这边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开发人员的地方 如果我把这一个新的工作表 这边插入一个新的模组好了 然后把刚刚的程式贴上 特别注意 你桌面上一定要有全省邮局 所以我再把什么 全省邮局的那个东西 只要把它放在桌面上面 放桌面上 拖拉到桌面好了 太多了 那如果说我桌面上已经有全省邮局地址了 里面就这一个 那其实我就可以来做 就是这边的话 如果直接刚刚这个层次的话 里面应该OK 看一下 1 这边有没有抓到档案 三重 对 然后帮我做开启动作 过来了 然后再来的话 帮我向下 因为我待会要把它放到它的 56 Ctrl向下 55 加1 放在这里 所以等于是后面的东西 再来下一个档应该是 下一个它要抓哪一个档 中立 就把中立 再放到下面去 中立又下 一般一石类推 所以直接全部执行的话 OK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感触向下 总共一千 三百 一十五 一百